喂喂喂 你不要到處拍了 我在這裏 你拍我才行 開蟲果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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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了蟲果體沒有 如果你想你的運程提升 對身邊的事物有餘子的能力 動息先機 那你就要報我的蟲果體版 只要你的蟲果體處於活躍的狀態 你做任何事都會得身命手 運程由此改變 Hello 大家好 其實水晶很多人會問 林羅武木 究竟有分有多少種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我們叫做輔助性 好像這些輔助性 可以將你的心外律精放上去充電 亦都可以做一個淨化的空間 可以叫輔助的 好了 接著有另一種 我們叫辟邪 例如這些叫力泥 是可以將負能量去除 還有可以有辟邪的作用 這些就是立願 有些慾望 它亦都可以幫助你願望的顯化 好了 接下來就有這些 我們所謂的 這些 能量的 一些幫助你能量的提升 的手段 例如這些 黃水晶 黃髮晶 這些 六幽靈 亦都可以幫助你 另外一種就是治療水晶 我經常都有說的 透石膏 或者是輸俱來 或者是雙尖水晶 或者是水晶柱 這些是可以做治療的 接著就是一種我們叫風水陣的水晶 大家看看 像這個 紫晶山 或者是六幽靈的陣 或者是黃晶柱 這些是擺風水的 擺風水可以招財的 或者是斑財 亦都可以叫風水上的水晶 現在基本還有這些 介紹一下 像這些陣 或者這些 縱撥 水晶縱撥 都是一個治療的 令人容易進入狀態去做冥想 或者是一個 去負能量的一個陰貧 所以大家一知道 基本就是有這六種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種類 因為水晶實在太多 它的世界太廣泛了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這六種 如果你覺得哪一種適合自己 那你就可以對證自己喜歡的那種水晶去選擇